我竟然在梦境中娶了天道做老婆 并继承了天道所有的能力 成为新一届的天道名为浩天 他也从今日起正式成为我的娇气 我的命令他都会无条件成功 但成为天道后也有很多恐怖 只因每个纪元都有强者想要逆天 踢翻天道所定下的规则 虽然这群蝼蚁在天道眼中不堪一击 可周而复始下也令天道感到厌倦 最终覆灭了整个纪元 为了解决下的纪元的问题 一起修正世间的规则 所以便在梦境中强行带我进行穿越成为天道 而我本是平平无奇的宅男大学生 在两分半前穿越到一世界 但从来没有一个穿越者和我一样 开局就直面天道 而此刻的我还处于猛逼状态 很快天道化身的女人便出现在我的面前 并对我强调她是此界的天道 如今需要我的帮助 而被强行穿越的我此刻CPU都快要烧坏了 明明刚才我还在房间睡觉 可突然就穿越到了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自称天道的女人 这种穿越到底是什么鬼 停赴完心情 我便向面前的天道提出疑问 你说你是天道 那有什么证据吗 只见天道轻轻打了个响指 虚空之上的星球便全部红碎 可即便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 我还是难以确信 谁料天道竟再次打了个响指 刚才覆灭的星球请客间居然恢复如初 在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天道后 我当即下跪求饶命 刚才都是小的有眼不识天道 不知天道大驾光临 还请饶了小的一命 虽然先帝面星域我见得多 可先帝随手创星域的我还真没见过 这要是还不认所 那不就是找死 谁料天道不但没有对我进行责罚 而向我寻求帮助 此刻的我一脸猛逼 他都已经是此界的天道了 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吗 只见他将我摁在椅子上 看来你对天道的认知很明确 不像某些人不知天道为何物 而我更好奇的是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 事实上 是我被他的一位天道前辈所提醒 而那位天道和我来自同一的位女 说我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我特喵的一脸无语 这又是哪位穿越者干的好事 而我经过了解得知此界 只有他一个天道 但其他意见还有别的天道存在 为了能够得到我的帮助 天道竟不惜以自己为代价 想要成为我的老婆 可即便单身二十年的 我也不敢直接娶天道做老婆 随后天道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指 他的记忆便进入了我的脑海 可谁料下一秒 我竟当场蹊跷流血而死 天道这才反应过来 注入太多记忆凡人将会撑死 于是便随手打了个响指将我扑 而我从记忆中得知了 天道所面临的困境 原来世界诞生于混沌之中 天道出城 管理世间望母 在第一纪元中 此界只有一片大陆名为大陆 太古强者察觉到天道的存在 意图灭天打破修炼极限 天道察觉威胁 率先发难 天灭众生镇压万土 五大陆一分为六进入第二纪元 第二纪元六界生灵各自征战死伤无数 太古纪元的幸存者 五动乱谷纪元强者闯入天道星域 打算在乱战中击败天道 天道圣怒之下泯灭众生 经过漫长岁月凝聚成天 第三界 自此进入第三纪元诸神纪元 只是这个背景描述 我总感觉在哪见过呢 这特妙的不就是那个主角 从墓地里爬出来的那个 虽然天道无意覆灭众生 但奈何总有楼一拔剑问天 天道无情 是万物为平等 他也知道覆灭时乃下策 如果我能帮助他解决问题 他便会给我一切想要的 只要在此界那个什么都可以 包括他这句完美无瑕的神 被逼无奈的我也只能备口答应 作为合作人 天道当即送了我一份礼物 可以让我在此界更好的行走 从今天开始 我将拥有天道所有的能力 同时他这句身体也属于我 天道将其起名为皇天 从此刻开始 我的命令他都将无条件服从 而我现在来到三界中 目前最平庸的人界 没有天界那般人才层出不穷 也不如地界那般资源丰富 而在十万大山人界 东方与西方国家的交接处之一 东方以人类为主 西方以种族为主 我也从皇天口供得知 像他这样的天道化身 一共有六个 那这样看来 我就有六个天道老婆 而身为天道选中的男人 他们将会遵从我的一切命令 很快我便在路上 遇到一群押送货品的人类商队 当我看到他们头上的境界等级 我于是寻问身旁的皇天 此界的境界化分 此界的境界分为一致五阶 天道因前车之鉴 限制了人界的境界 而他们最高只能修炼到五阶 人界五阶巅峰者 必须选择进入天界或者地界 而五阶之后 每一阶的教祖都不懂 六阶真仙 七阶天仙 八阶仙王 九阶仙帝 但是第十阶度为天阶 也是天界力量的上限 就在我询问皇天 是什么境界时 几名不起眼的土匪 盯上了我和皇天 没想到这里的治安这么差劲 而且口号还这么中二 十万大山每座山头 都有自己的势力 强盗 古匪 魔兽 出现什么都不意外 皇天很是平淡的询问 我要不要灭了他们 搞得我也是冷汗直流 不要一上来就要灭了人家 这样对我们的名声不好 几人见我完全没将他们放在眼里 二当家这个小矮子 当即掏出大刀开始威胁 表示他们打劫 向来只求财不图命 可身为此界的主宰 出来怎会带钱呢 这是一名身材魁梧的 标形大汉极为不熟 而另外几名猥琐土匪 则是盯上了皇天 要是没有钱的话 我们几个不借一劫次索 说你们 不止没脑子 还没点眼力解 不会真觉得他是个弱女子 趁着他还没发火赶紧滚吧 可几位脑袋不太好使的土匪 完全没有把我的花放在箱上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拉着就要暴躲的皇天 无视他们离开 谁料不知好歹的标形 大汉尽敢对我出手 皇天见状直接冲到了前面 单手挡下了大汉的权力一拳 稍稍一用力便将他的骨膀捏碎 生气了皇天一个过肩 摔将他狠狠丢在了树上 还好我叫皇天手下留情 不然他现在就被皇天摔成了一滩肉鸣 再见识到皇天的恐怖实力了 三人连忙归地求饶 希望能留他一条小命 本来我都想放弃住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了 但你们这么一跪 我都不好意思让皇天清理掉你们了 红他们口中得知 为首的大当家正带领大队人马 在前面堵截刚才路过的商队 身为正义的化身 我自然要前去拯救万民于水火 他本是孤高冷傲的至高天道 却看上了我这个平平无奇的一介凡人 不仅与我定下组于契约 还心丹情愿下架成为我妻 在我继承天道所有的能力 只见一口棺材从天而降挡住了商队的去路 领头的二阶将领顿赶不妙 下一秒一名黑衣人出现在几人的面前 并带着手下土匪将其团团包围 本以为黑风寨只是几个小猫费 没想到今日却碰到了东土的敢诗人 黑衣人劝他留下钱才即可保密 如若不然人才两空 这便是他黑风寨的规矩 传闻东土敢诗人拥有和西方死灵法师 相同驱使尸体的能力 他二阶战士卢克斯 今日便要领教一下阁下实力如何 黑衣人很是佩服他的语气 我们东土的敢诗人 可不是死灵法师那种靠数量取胜 我们靠的是质量 话音刚落 棺材竟然打开 里面黑漆四散一道巨型 身影缓缓走突 竟然是三阶白人施煞 则知对手是为三阶的敢诗人 卢克斯一脸头疼 这下问题大了 黑衣人还是先前的提议 只要交钱保命他们便会安然离举 可卢克斯这个头铁战士表示 交钱是不可能的 有能耐就自己来取吧 黑衣人见他如此冥顽不灵于事 便操纵施煞向他发起进攻 就在大战一处急发之时 我带着黄天急事赶到 本想让两边先停一下 谁料两人确理都不理我 如此尴尬的时刻 我只好求助身旁的黄天让他们停下 只见黄天缓缓抬起左腿 轻轻一踩地面便四分五裂 巨大的威压令在场中人瞬间傻了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施煞为何会如此恐惧 只靠威压就能做到这一点 难道那个女人是五阶修为 此刻的我已经来到双方面前 随后我便询问起谁是商队的手里 卢卡斯当即举起手示意 那你便是黑风寨的大当家吧 黑衣人刚要回答便被黄天退去了伪装 谁也没想到三阶强者 竟是个娇小可爱的妹子 然后我便询问她叫什么名字 妹子不受控制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叫夏宇 我告诉他们无需紧张 我只是过来随便问几个问题而已 当然要是撒谎后果就不用我多说什么 我从卢克斯口中得知 他们是从罪恶之都 向东府沐越国国都护送货物的商队 罪恶之都是西方大陆之间的一座城市 因为那里不在乎来者的身份和过往 聚集了很多东方大陆被通缉的人类 果然每个异界都会设定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那座城市由八位五阶强者一同管理 所以一般人不敢在那里忍试 八位五阶强者 比一般国家都要强上许多 但和天界比起来人间的力量还是太弱 这时夏宇突然出言打断了我 表示商队里有见他不得不拿回的东西 黄天一脸不爽你也配合五主谈条件 我连忙南下黄天让他冷静一点 而夏宇想要拿回的东西尽是他的朋友 原来夏宇的朋友被当成奴隶贩卖给了沐越皇族 在我得知此时极其愤怒 因为我这个人最讨厌的便是奴隶贸乱 卢卡斯剑撞连忙跪地求劳 我虽然鄙视贩卖人口的行为 但也不至于要了你们的小命 既然我遇到了此事 那边座主将这些奴隶全放了 而我不仅成功解救了一批奴隶 还收获了夏宇这位小女妹 既然成为了此界最强的天道 还娶了前任天道做老婆 而我身为正义的化身 不仅解救了精灵奴隶放她自由 还打算从根本上解决人界的奴隶贸易 原来夏宇之所以打劫商队 是因为里面押送了她的朋友 在得到我的允许后 夏宇第一时间来到马车后面 解救被关押在马车里的精灵朋友 夏宇拽着那位漂亮的精灵妹子 来到黄天的面前 感谢前辈的救命之恩 黄天表示哪怕他不出手 夏宇也能解决这支商队 毕竟三阶施煞对付他们完全够用 黄天让夏宇还是先将施煞收起来 毕竟敢示一派原本的意义 可不是用来杀人的 只见夏宇不断挥舞手上的灵档 下一秒那支施煞就飞进了棺材之中 这时被吓傻的卢卡斯连忙求饶 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而我这个人向来公平的很 既然夏宇从商队里拿走了一些东西 那我便做主今晚你们便在黑风寨住下 顺便看看黑风寨有什么东西可以弥补损失 卢卡斯浑身颤抖 连忙拒绝我的好意 见他一个小小二阶战士也敢拒绝我的提议 我于是命令黄天先带他去看一眼再回来 接到命令的黄天 二话不说拽着卢卡斯一跃而起 果然还是有一个严厅忌同的手下好 而几十里外的森林里一群独眼巨人 正在猎杀一头巨龙 他们这群低等的生物刚击杀完巨龙 就盯上了不远处的黄天 独眼巨人看了看旁边的巨石 随后将其举起抛向了黄天 但对不起你们惹错人了 只见黄天轻轻抬起左手便轻松将巨石挡下 仅仅一个眼神就把巨石轰了个吸嘴 这一幕也被卢卡斯看在眼里 吓得他连忙点头表示自己还是先去黑风寨做个为好 很快黄天便带着他返回了原地 回来后的卢卡斯直接跪地感谢我的救命之恩 这要是继续往前走他小命早就不保 就连我也都没想到他这也跪得太快了 转眼间我便和黄天来到了黑风寨 而我之所以将他们聚在一起是有事情相伤 卢卡斯一脸猛逼 前辈实力如此之强 还有什么需要问我们呢 于是我便将想要了解关于奴隶贸易的事情告诉了他 你们觉得奴隶贸易怎么禁止比较好 此话一出两人瞬间呆愣在了原地 夏宇连忙摇头表示此事很难办成 哪怕是在东土那边也无法禁止 况且西方那边是完全把奴隶公开当作商品来卖 而且西方已经习惯了奴隶贸易 习惯并不代表是对的 你们可以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只是征求意见而已 夏宇深思了一会儿说出了他的看法 无论在东土还是西方 两边都不觉得贩卖奴隶是错误的 很多战败小国的百姓都被当作奴隶卖家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贩卖奴隶是错的 但他们还是敢去读 因为他们知道并没有人在乎奴隶的死 投入血 风险低 收入高 果然只要利益足够大 就总会有人铤而走险 而我只需要把奴隶贸易变成风险高 无回报的一件事情 那么奴隶贸易就会自己消失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 经过一天的讨论和倡议 此刻的我已经喝得鸣鼎大醉 很快我便被皇天带回了房间 穿越后的第一天 虽然天道把力量给了我 可我却还是不太适宜这股力量 清醒过后的我询问皇天 续不需要整改奴隶贸易 皇天表示 只要我觉得需要整改 那就整改 他永远相信我所做的一切 穿越后进取了天道做老婆 并继承了他全部的能力 面对人界的骷髅大军 我直接命天道老婆召唤出 高一阶的骷髅战士出手制止 在我回到客栈后 便和皇天讨论起奴隶贩卖仪式 他们不是总喊着天道不公 要逆天而行吗 那假如天道公平了呢 皇天思考一番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 他们认为天道做错了 所以逆天而行 如果他们觉得天道没错 自然不会逆天 假如有人想让天道死 却有人在护着天道 这样一来就增大了逆天的难度 可皇天却不幸会有人护着天道 其实方法很简单 如果天道能让世界变好 那么自然会有人护着天道 所以要先从奴隶贸易做起 这件事对人来说很难处理 可对于天道来说却很容易 一个字就能解决 那就是罚 可皇天认为罚是无用的 那是因为你在不该罚的地方罚了 比如说你因为某人 左脚踏入天界而降下天罚 这绝对是所有人都不服气的 但如果将天罚制定在人口贩卖上 那么认可的人一定很多 可皇天却不想这么干 只因开启这项天罚 有点像在讨好逆天者 这项天罚能及时阻止 强者对弱者的施暴和贩卖 是能改变此界的好事 怎么能叫讨好 皇天也认为我所说的似乎有些道理 随后便询问我该怎么制定这项天罚 以贩卖者的角度来看 被贩卖的人第一时间 肯定想要对方停止对自己的伤害 皇天表示可以直接用天罚 批死施暴者 我连忙拒绝了这一提议 这样做太直接了 应该采用治安人员 来控制这些施暴者 于是皇天制定了一个新规则 只要有人进行人口贩卖时 就会出现一个影像阻止他贩卖人口的行为 而影像的实力皇天想定为人界最强战力 杀鸡烟用牛刀 只需比施暴者高一阶不就好了吗 谁料就在我和皇天探讨时 竟然有强敌入侵黑风战 皇天第一时间便带着我来外面吃瓜看戏 夏宇这边也第一时间派出狮溃迎战 而来人正是西方的死灵法师 看来应该和夏宇有些小矛盾 原来史密斯在上次和夏宇交手时 吃了大亏令他丢进里面 这次他特意制造了一个三阶鼓龙来找回场子 可同为三阶赶世人的夏宇自然不虚 但史密斯似乎有备而来 原来他找到了巨人们的抛股地 就在他以为自己胜券在卧室 皇天刚才制定的规则人影竟然出现 可人影只是停留了一秒便又消失不见了 夏宇第一时间便猜到了是我出手 之所以刚才人影消失是史密斯 还没有把夏宇当作奴隶贩卖的想法 这时史密斯竟然出手 还打算击败夏宇后将他贩卖 就在这时消失的人影突然出现 史密斯丝毫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更是召唤出了死灵军团来围攻夏宇 虽然都是一阶 但是数量太多 一时间很难应对 谁料在天道制定的规则下 两阶骷髅战士出现压制了这些骷髅士兵 果然是前辈在帮我 前辈真是个好人啊 而目前是阶段一 施暴者会被阻止 同时做出警告手势 这个阶段人影不会攻击施暴者 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了一项 无法贩卖奴隶的规则 而当西方死灵法师得知 我是从天界前来 态度瞬间来了个大爪弯 就在刚刚史密斯见我召唤出 群体的二阶骷髅战士立马慌了 猜测我可能是四阶死灵法师 见有这么多人护着下雨 于是史密斯叫嚣道 够胆就来参加今年的宗派祭祀大会 听到祭祀大会我一脸猛逼 连忙询问不远处的下雨 祭祀大会是什么 从下雨口中得知 祭祀大会是东途赶世派 和西方死灵教派之间的切磋仪式 他们会在两派 共同共奉的上古师神面前进行切磋 相当于两边的宗门大比 但仅限于三阶和三阶以下的修士参加 这么热闹的场面 我自然要去看看 本打算让下雨给我定个位置 谁知下雨并不想理会史密斯的挑衅 毕竟那个比试很容易 把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师傻待在哪 史密斯再次出言挑衅 要是下雨怕了 就乖乖给他服个人 下雨文言一脸不爽 若不是他师尊非生 他还会怕史密斯这个小垃圾啊 我这才明白 原来是没人给下雨撑腰 很可能会被对方的长辈欺负 于是我便问起黄天 会敢施术吗 黄天表示他身为纯粹的武者 不会这些东西 但幽明天会 我本想让幽明天帮助下雨提升一些实力 可惜复活幽明天需要一点时间 幽明天在天之化身中排名第三 仅次于苍天与青天 幽明天战死后连尸骨都没留下 就算是天道全力复活逆天级的强者 也要花上一天的时间 天道复活天之化身需要时间 玩怪上一粒逆天者们要杀死天之化身 如果复活天之化身 估计还要再杀一次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逆天者在消耗天道的力量 为了让下雨参加比赛 我答应保送他获得三阶赶世人的第一名 下雨文言当即答应 史密斯一脸不爽质问我到底是谁 这是他和下雨之间的私事 希望我不要插手 黄天直接怒了 要不是我拉着 估计史密斯已经被灭了 为了避免矛盾升级 我于是让黄天先去复活幽明天 随后我来到史密斯的面前 我是从上面来的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纯白人脸 和我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还需要我解释的再清楚一点吗 在得知我是从上面来的后 吓得史密斯一路小跑过来道歉 看他态度还是可以的份上 我也不打算追究他先前的无礼 就在这时人影也随之消失 而此时的史密斯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赶紧逃离此地 在经过一系列警告过后 我便放了他一马 这时我将下雨叫了过来 打算明天和他去一趟罪恶之都 黄天摸了摸下巴 真的有必要在人间行走吗 我叹息了一声 这也不能全怪你 毕竟位置占得太高 看不见众生